哈里斯郡是德州感染中共病毒最多的菌 上周六哈里斯郡第一个医疗救治站落成 来应对未来可能趋于严重的中共肺炎疫情 这里就是NRG Park 在我身后的白色帐篷 就是刚刚落成的哈里斯郡临时医疗救助站 用以应对一旦未来当地感染中共病毒的病患 突然发生暴增 超出医院的负荷时 更多的病人会被送到这里来 上周六哈里斯郡政府官员参观了新落成的医疗救治站 建在停车场空地上的户外救治站 有多个大型帐篷组成 分为不同的功能区 其中有四个专门收治中共病毒患者的医疗区 包括两个给中共病毒阳性患者 一个是给出现病毒症状 尚未测试出阳性的患者 还有一个给重症患者的医疗区 医疗区共有250个床位 每个床位四周安装了分离布帘 医疗仪器 帐篷内具有温度控制 配有电力和水的供应 帐篷底部高于地面 预防淹水的影响 哈里斯郡郡长利纳·弗达戈说 医疗救治站的医生、护士专家、医疗仪器 以及整个运作系统都准备就绪 目前当地疫情尚未到达顶峰时期 如果未来发生疫情恶化 医疗救治站随时可以启动投入运作 而且根据疫情 床位可以从目前的250个增加到2000个 哈里斯郡有470多万人口 是德州感染中共病毒人数最多的郡 截止本周五 累计感染人数达4460人 死亡67人 康复947人 哈里斯郡政府早先批准了6000万美元 用于投入、修建、营运、医疗救治站 最终的花费将承报联邦政府 报销75%的费用 新唐人记者易永齐 休斯顿报道 本周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